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经验过 就是当你看到数学题的时候 你就觉得 嗯 这题很有意思 我一定要把它解出来 如果有的话 我想跟你分享一下这一题 这题是我当初看到一个观众给的 然后他的名字叫做新语 然后觉得 嗯 真的很有意思 那其实我也知道一个一定可以解得出来的方法 但是同时呢 我也发现了另外一个观众 给了一个我其实没有看过的解法 然后最后呢 我又去研究了一下 然后又发现一个另外一个解法 所以这部影片里面 我给你三种解法 OK 来 先讲讲题目是什么 我们先把f 当成一个五次的多项式 5th degree polynomial 然后他给我们这些值嘛 里面呢 很好的就是 那x 就是从01 然后到5 然后呢 值就是1345618 然后到最后就是要找f of 64 等于什么 好 那因为他说的f是一个五次的多项式呢 所以就是我们一定会只有一个答案哦 来 赶快暂停一下影片 先试试看 看你有没有这种 看到这种题目就一定要把它解出来的那种感觉 试试看 试试看 做好了没 好 来 好 来 如果做好的话这个就不一定 不用再试试问号了 跟你们讲答案先 OK 你们不用跑到影片后面了 来 这个答案是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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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这种题目其实就是 你随便去放任何数字啊 然后都可以就是 没关系的 只要知道做法的话就 就可以啦 那我先讲一个 我学到的那个方法吧 来 第一个方法 我就写下来 这个其实叫做 LaGrange 的方法 LaGrange 然后 有个中文翻译啊 我忘记了 But anyway LaGrange Polynomial 的 就是LaGrange多项式的做法 它的做法就是啊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最小的Polynomial 就是 就是有一个Polynomial 一定可以满足这些条件的 然后那是 最Efficient way 去做出来的啦 等等 我就做给你们看 来 LaGrange嘛 所以就是用 L 来 它说L of x呢 会等于这个 那这个其实会变得很长哦 然后呢 我做完以后 就跟你们讲讲说 它的好处在哪边 然后 坏处就是它会很长 来啦啦 我就先讲 从这边开始看先 就是0跟1嘛 然后先把这个1 这个值啊 放下来 就是1 那就没问题了 然后呢 这边就是一个大 哈哈 分数 来 分母这边呢 我们怎么做 因为我们是用这个1 就是当X40的时候呢 所以呢 我们这边是0 然后去减掉 别的数字 所以呢 我们要做0-1 OK 0-1 然后再来0-2 然后就是这样写哦 然后 上面是什么呢 你就 只要照抄 但是你要把那个0 换成X就可以啦 然后就是这样写 X-1 就是 这是第一个步骤 那请问我们还有多少个步骤 还有1 你知道的 我们就继续这样送上去吧 我再多写一些给你们好 再做一个那个例子啊 来 等我们看到这个1 3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3 放下来 然后乘以这个 OK 然后怎么做呢 我们是以1去减别的X值嘛 所以就是 来 1-0 这个0也要算哦 1-0 然后呢 就做 1-0 不减自己嘛 然后就减2 然后再来 然后 然后当你把下面写好的时候 上面就是把那个1 换成X就好啦 那写的手会酸 你知道吗 来 我当然是不会把它全部写下来了 希望大家都已经看出来 这个样子的 规则是什么样了齁 然后到最后的 我还是意识意识 把那个最后一个写下来好了 来 最后一次练习就是518的时候就是 这其实弄起来就蛮漂亮的 然后 我们看到了 这个是L 就代表说 这个 你乘出来 它会是一个多项式 因为下面都是常数而已 那它会满足 我们这个的函数 那当然啦 如果已经是5次的话 它们就是 会是一样的 那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算啦 我们有L 现在我们就只要做 来 F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L 来算 然后就把这个6 我当然不会再把它带进去 但是就把这个6 全部带下去 然后你就可以算出来是75啦 然后当然啦 我是用计算计算的 OK 所以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 很棒 为什么呢 其实你给我任何的数字啊 比方X是0 然后1 然后9 然后27 18 还是什么 1000 这样子 然后什么值 你都可以这样子把它 就是 set up 起来 然后就组合起来 然后到之后 你就可以拿到它的这个多项式 然后解这种问题 所以呢 这个X值呢 不一定要这样子照顺序的齁 但照顺序的话就是比较好 但是呢 那个是好处 但是那个坏处就是 你要把它写下来的话 就是很长 最好是用电脑啦 所以 这个是第一个做法 那我们再讲讲第二个做法好了 第二个做法是我个人超级喜欢的 但是它就是有一个limitation 就是有一个限制 很可惜 不能就是 如果这X value不是这样子 01234到5的话 01235的话就是不能这样子做 来 第二个方法 我不知道它的名字 其实当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去 呃 证明 它跟第一个方法有一种 异曲同工之妙 嗯 你们看一下就知道了 首先怎么做呢 先把这个按照顺序的写下来 就是我们有1 3 OK 这个值哦 然后4 然后5 6 18 所以就是有6个数字嘛 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 我们就相减啊 然后我们看到从这边到这边的话 就是什么2嘛 然后从这边到这边的话是什么 1啊 然后从这边到这边的话就是1啊 就是从这个减这个 然后就这样子减 然后12 来接下来呢 我们是用这个减这个哦 所以这个会是等于-1 然后再来就是0 这个减这个 然后1减1嘛 0 然后12减1 11 然后再做 0减-1 这边会是等于1哦 然后这个减这个的话是0 然后这个减这个的话是11 然后再来 0减1 这边要拿-1 然后这边是11 最后 11减-1 等于12 然后这样子就做完了 当然没有啦 还没有算出答案嘛 但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来再强调一次哦 当我们有x等于012345 这样子的顺序 然后f是一个5次的多向式 我们才可以这样子做哦 那如果我们有一个f 它是10次多向式 没问题 只要你给我x等于01234567890 然后他们的值都给我们 然后你就这样子放下来 然后这样子去捡它 以下的方法也可以显得通 在讲怎么去把这个找出来之前呢 我讲一个符号哦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用这个符号 nchoose r 中间没有异痕哦 来这个符号呢 念法就是nchoose r n选r n个里面选r个 没有错就是盘列组合那些东西 一般在计算机上面呢 你比较会看到这个ncr这样子写 nchoose r嘛 或者是 也有人这样子写 c这样子 然后n这样子 然后r这样子都可以的 那怎么用手算出来呢 这个上面就是一个n的阶层 下面呢先放个r的阶层 然后同时也做n-r 然后再去阶层 然后很快的例子就是 比方说 如果我们今天要做7choose2的话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样子的 上面 OK 从7开始放两个数字 然后它们相乘就是7乘6 这样就好了 那下面呢就是2 然后就是2乘1 这样就好 yeah 如果是7choose3的话 我会做7乘6乘5 上面有三个数字 然后这样下来嘛 然后下面就是3階层3乘2乘1 我是喜欢就看的 然后去把它写出来 然后同时呢也要讲一下 这个比较特别一点呢 就是如果今天有个nchoose0的话 它会等于1 就是有多少个方法去选0个东西呢 就不要去选了 所以就是一个方法 好 大概讲完以后我们来吧 我们先把这个函数这样子导出来好了 这个我用ff写出来没问题的 来 我们最主要的是看 这个我用蓝色的写好 比较明显 看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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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数字 怎么做呢 这边开始是nchoose0 但是要乘以它 这边这个数字哦 是1 然后我们就乘以 啊 technically 要学就是n 对 我有写an好了 就像黎曼数学这样子写 比较好 an 数列 数列 yeah 但是我们是找ff of 6 所以一样的啦 然后你底下如果把它乘出来 然后把它看成像一个多项式的函数 也可以放什么6.5之类 但是我就让你们自己去玩 but anyway 首先第一个就是乘以nchoose0 再来加上 下面这个是2嘛 然后我们就做 nchoose1 然后再来是 -1 所以就是乘以-1 乘以nchoose2 然后再做咯 再来这个就是加上 1乘以nchoose3 然后再来 是-1 又是一个-1哦 ok 然后nchoose4 最后是一个12 蛮大的1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把它画iPhone 就是这样做 然后就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了 最后就是nchoose5 那你们发现一下 如果我们这个有nchoose5的话 怎么算它呢 就上面从n开始 然后就是下一个数字 就是n-1 然后n-2 然后再乘一个n-3 然后再来一个n-4 不做n-5 因为已经有12345了嘛 那你把它乘开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我们有一个5次的多项式嘛 然后其他的次方都会比这个小 所以我们 希望这样子大概可以看出来 已经有5次多项式 然后当然下面要除掉那个 5个阶层嘛 但是这样就好啦 你这样就找出来啦 那我们这样写的话 我们 来 我们要找f of 6嘛 这个就会等于 a 然后放个6 就这样子 对不对 然后这只是数字 然后就自己把它带进去 啊我要写出来好了 然后n就是6 然后就是0 然后加2乘以6 不是 6 choose1 然后-n是6 然后choose2 然后再来加上 6 choose3 然后-6 choose4 然后加12 然后6 choose5 这个答案呢 会是75 这样子我们就做好啦 那这个第二个方法 我觉得最好的地方就是 它比较友善一点吧 对不对 那同时你找到这个以后 你可以找f of 7 f of 9 f of 20 然后你只要把它 成开来然后看它是一个多项式的话 那你把那个n变成x 然后你也可以把那个6.5带进去 然后你就自己去算 但是很可惜的 这个方法的不好的支出就是 一定要是0 1 2 3 4 5 这样子顺序 然后把它指给我写下来 那这个方法为什么可以行得通呢 那这个方法为什么可以行得通呢 我感觉跟刚刚那个做法 有很像的地方 因为如果你把它们成开的话 有种那种阶层那种感觉 但是呢我不是完全确定 OK 那当然呢还有第三个方法 然后这个第三个方法 我之前没有看过 那各位请看啦 来这个三个方法给你们 然后你们在下面让我知道说 你们最喜欢哪个方法 或者是你们还有别的方法 如果你可以用微计算 把这个算出来的话 我就是蛮佩服的 来就这样子吧 然后去看我别的影片 谢谢